今天,浙江卫视2024春夏片单招商会中 发布了《藏海传》介绍视频 《藏海传》古装巨制 郑小龙团队亲力打造 校战领衔主演 十年过心尝胆 中的陈渊昭雪 非常带感的介绍视频 看到有网友科普 《藏海传》出现在电视台片单中 表示是电视台看好 并正在争取播放版权中 这也是电视台用来招商的阶段 并不是说就一定会在此电视台播出 一切等后续官宣 只是 校战家郑小龙 又成为了电视台招商的金字招牌 招商会上的每一句话听起来就很爽 最近 又听到了一个校战的商务瓜 是关于咖啡的代言 三顿半咖啡 听说物料已拍 快的话预计4月底官宣 据悉 三顿半咖啡 估值高达45亿 是新型速融咖啡界的顶流 值得一提的是 今年3月 苹果CEO蒂姆 库克Tim Cook 日前在上海的多项行程中 包括造访咖啡品牌三顿半办工地 库克在采访时表示 三顿半团队 与我分享了Mac和iPad如何无缝协作 帮助他们创造出一杯令人赞叹的咖啡 在与库克见面后 三顿半咖啡CEO吴俊表示 他特别向库克展示了三顿半6月将要开启的新的线下空间 另据三顿半官围称 苹果Mac一直以来都是三顿半重要的创新伙伴 参与了三顿半无数的创新时刻 期待未来的合作共创 那作为咖啡界的新顶流三顿半咖啡 咖啡界的超级网红 为何能顺利吸引到了Apple CEO库克的目光呢 在三顿半的工作区间 有超过八成以上的设备使用Apple的产品 包括手机、平板、电脑 之所以还有少部分没有使用 主要是因为财务需要 而不得不使用Windows作业系统 对三顿半这家咖啡品牌而言 Apple的设备性能稳定 在做创意项目时 能很好的契合其品牌调性 高效产出 我想这是他们集中选中Apple的很大一个原因 Apple一直很重视环保 其在2020年就实现了自身运营的碳中和 并提出目标 到2030年 Apple将实现所有产品权生命周期的碳中和 这包括整个产品价值链 包括产品制造和产品使用 转用百分之百清洁电力 三顿半咖啡之所以吸引到酷克 除了大规模使用Apple产品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自身的环保理念 与Apple不谋而合 三顿半咖啡 处理废渣料 直接便废为宝 做成有趣 实用的文创产品 Apple的供应商 比如长银精米 友好利用了外壳生产所产生的铝屑 再在利用过程中 对铝屑进行封闭收集 预处理和打包 之后送到专业的金属回收熔炼厂 进行再生熔炼 最后出现在了Apple标志性的铝外观上 三顿半还因此登上Apple全球官网呢 人均Mac的三顿半 人人满载超能力 作为中国企业成功案例 不仅登上了Apple中国首页 也登上了Apple at Work全球官网 现在在全世界50多个国家 都可以看到三顿半咖啡和Mac的故事 说回三顿半咖啡 在发达的电商营销手段和物流渠道 让先行速溶咖啡 真正成为覆盖各种消费场景 以及更广大消费者的时髦产品 三顿半 于田川等品牌拿到了多轮融资 在2021年6月披露的最新一轮融资中 三顿半的估值为45亿元 题外化 接近精品咖啡品牌Blue Bottle蓝品咖啡 在2017年被雀巢收购时的市值 2015年 三顿半在长沙成立 2019年11月 三顿半成为天猫霜11咖啡品类Top1 2019年12月 三顿半获得阿里巴巴One商业大会 One新品创新奖 2019年3月 三顿半demo咖啡店在长沙正式开业 2021年6月 三顿半完成五轮融资 估值为45亿元 注意 这45亿元的估值还是三年前的资讯 所以话重点 三顿半咖啡 并不是为商优 那么 目前就先非官宣布约 吃瓜不信瓜 快乐你我他 昨天 高端净水汽品牌安吉尔 在官宣孝战的为全球代言人后 仅几个小时的时间 天猫出了一张图显示 安吉尔销售额就月居 厨房电器类目第一 天猫安吉尔官方旗舰店就迅速登顶 这就是孝战独一无二的商务王影响力 官宣后不到6小时 厨房电器类目销售额No.1 孝战带来的辐射是能太强大了 没想到居然是厨房电器类第一把 而且在厨房电器里 净水汽一直排不上号的呢 近期我做的影片里都有SAS展的身影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这边我补充说明 2024年 在美国拉斯维加斯会议中心 举行的 国际消费类电子产品展览会 简称SAS展 这是作为世界最具影响力的科技盛宴 SAS是各大电子产品企业发布新品和展示高科技水平的舞台 也是中国电子产品出口美国及北美市场的重要渠道之一 今年吸引了全球观众约11万人 媒体记者5000多人 央视财经也派了记者采访 而且 在4000家的参展商 其中中国企业超1000家 看中国制造 乘风出海 参与科技行业的全球盛会 与有荣誉的是 校战代言的安吉尔和石头科技今年1月都有参加 而且租用的摊位展区面积都挺大的呢 另外 还有美国网友分享了 Street Insider和PR Newswire分别报道了 安吉尔官宣校战成为全球品牌代言人 华尔街内参Street Insider 著名海外主流新闻媒体网站 是一个提供金融市场新闻分析和数据的在线平台 美通社PR Newswire PR Newswire 美通社 是一个为公司新闻与公共关系提供服务的大型通讯社 在校战的代言下 安吉尔踏上了纯净水的新时代 安吉尔与校战的合作不仅振兴了品牌 也标志着安吉尔品牌升级的关键一部 作为一名活跃于表演艺术和音乐领域 广受好评和多才多艺的艺术家 校战以他非凡的演技 独特的魅力 和谦逊的举止受到广大粉丝的欢迎 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不断寻求新的高度 校战磨练了他的角色形象 并成为中国广受好评的年轻演员 安吉尔邀请校战成为其全球品牌代言人 这不仅因为双方追求优质生活方式 也因为他们对专业精神和创新探索的共同追求 作为一名演员 校战不断以不同的角色挑战自己 拓展了他的演艺生涯 作为一名歌手 他在舞台上大放一彩 全心投入到他表演的每一首歌中 安吉尔也是如此 36年来 他一直坚定地以用户为中心 专注于技术创新 制作优质的国内产品 并引领行业的发展 安吉尔以其出色的产品质量和创新的进水技术 赢得了用户的信任和赞誉 而校战在他的娱乐生涯中不断挑战自己 探索各种角色和风格 并展示了非凡的艺术创新 校战独特的个人风格 与安吉尔的品牌形象完美契合 双方对专业精神的不懈追求和实践 将最终实现品牌理念和个人魅力的完美融合 在校战的加入下 安吉尔将为未来更广泛的受众 带来更多更大的惊喜 共同传达安吉尔的品牌理念 安吉尔旨在为全球消费者提供各种高端纯净水体验 并通过纯净饮用水创造安全 健康和时尚的生活方式 有网友说 这就是新代言品牌爸爸官宣就给校战写情书 大家不妨数一数是第几次了 真的不要太爱